好的,现在是三点钟,啊,欢迎大家呢,准时准时来收听收看我们Community CPA给大家准备的周一的中文讲座,啊,我的名字叫Victor,欢迎大家来收听,啊,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啊,为大家不了解的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呢,是一个区域性的啊,会计事务所,我们现在总部呢,设位于啊,德明英市, 爱欧瓦州,然后我们在爱欧瓦City呢,也有本公室,然后我们在明尼苏达州,啊,的Bloomington城市的话,也有本公室,啊,不久的将来呢,我们还会在加州成立本公室,这样会,啊,更好的服务于广大的群众,啊,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内容就是关于合同工,还有雇员的一些讨论,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屏幕。 对,今天,啊,受益的群众呢,可以说是有很多,可以是像中销企业的老板们呢,想,啊,了解一下到底我们需要雇佣这种合同工呢,还是正式的雇员,或者说你们本来就是一些啊,自己作为合同工,或者自己作为雇员的话,今天的一些分享呢,也可以帮助你们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 然后,现在简单讲一下这个免责声明,啊,Community CPA呢,举办的网络讲堂,是我们为客户和区,啊,社区提供的认真准备的免费服务,仅供听众参考,但这个养检不构成我们的客户服务关系,啊,Community CPA既不承担责任,每次讲演我们都尽可能收集最及时的信息, 或者提供我们当时的理解,来更新我们的演讲内容,但政府最新的法规政策解释经常在变化,如果您仅仅是参加我们的演讲,因为没有客户服务关系,所以啊,如果信息或者我们的解释有误或者有变,我们也不会无法通知到您,如果您没有时间经历跟踪这些变化,或者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解释,希望您能和我们联系,成为我们的客户, 我们将会很荣幸的为您服务,那我们的会计收入所呢,提供会计,税务审计,法律,啊,这个,啊,这个,还有相关的,还有一些IT等方面的服务,欢迎大家咨询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很高兴帮助大家申请联邦政府对小生意的各种补助,比如说之前的PPP,我们就帮我们之前的客户呢,申请了第一轮以及第二轮的申请,啊, 他们的钱也就是打到他们的账户,然后我们也帮助他们申请了,啊,forgiveness,所以的话,政府也成功的帮他们豁免了这个PPP的,啊,这个补助,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的联系电话,515-288-3188,欢迎大家随之和我们联系,啊,现在就是直奔主题,讲一下合同工和雇员的一些区别,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就以这个发工资呢,呃,为例的话,合同工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这个hire这个人就完成这个项目的话, 那么大部分都是以这个项目为单位给发工资,假如说以这个我现在给大家做这个网络讲堂为例, 那么如果community CPA呢,把我作为合同工来讲的话,找我的话,那么我完成这个网络讲堂,那么我就拿这份的工资, 那么,啊,并且呢,合同工也要自己解决自己的税务问题,啊,我们,呃,作为这个顾,做过雇员的人都知道, 我们拿到这个,呃,这叫pay stop,就是说拿到这个,呃,薪水支票的话,上面都写到了, 假如说你的哪一部分都扣掉了,是因为讲说social security啊,medicare啊,扣掉了, 嗯,是公司为你暂时扣掉,然后帮你缴扣的一些,呃,联邦上面一些费用, 还有假如说这些,呃,带缴的一些收入税啊,呃,联邦带缴的收入税啊, 还有我们周,呃,周级别带带缴的收入税呢,也从你的支票上已经带扣掉了, 然而合同工来讲的话,这些方面就要自己去解决自己的税务问题, 如果说啊,年底报税来讲的话,如果合同工, 你最后年底结账的时候,有一个收入,或者有个净利润的话, 你就要相对的交,一起交这个税的费用, 而且工作时间,也是工作时间地点,也是自定的, 呃,这点就是合同工的一些好处,那么雇员呢,雇员是拿这个固定薪水, 假如说可以比小时,呃,为固定薪水,小时啊,周啊, 或者说常见的还有一月,拿固定薪水,那么雇员呢, 也会收到一些相对于雇员的福利,假如说,呃, 身为雇员你会有一些,呃,这个保险,医疗保险呀, 或者说你平时如果有有生病的话, 你可以有一些带带新的病假,或者说带新的产假等等, 这就是说只有雇员才会收到的福利,而合同工呢,就并不享受这一点, 那下面税务的话,呃,说到也会从工资预扣角, 就是刚才,刚才提到的,呃,你作为雇员, 你就不用担心的这些税务问题,你只要是,呃, 当时你填写W4的时候,只要你把自己的,呃, 相,呃,就是预估的今年的收入,把填写好, 还有你的这个,假如说,你和您的夫人啊, 您的,呃,丈夫,呃,他的收入呢, 也要把他W4上反映出来,这样的话, 我们帮您做工资的时候呢,就会很清楚, 很这准确的帮您扣除这个工资税, 等到年底呢,您就不会说,呃,会,呃, 要要更,呃,就是要支付更多的这个税务, 或者说您会拿到更多的税务, 这样就是帮您把这税务的问题就安排的清清楚楚, 那么工作时间呢,作为雇员的话, 也要听从雇主的安排,假如说, 早起完我的工作,你就不能说,呃, 晚起一会儿,或者是,呃,早早地离开你的这个工作单位了, 是不是,那么下面就是在抉择方面, 如果您是一个企业老板, 要是选择合同工还是选择雇员呢, 呃,这个我们从三点来讲, 第一点的话是从行为控制这方面, 行为控制就是说,呃, 你完成这项工作, 你是要听从这个老板安排, 就是一步步的完成这个工作呢, 还是说由你自主的来决定如何完成这个工作, 呃,你要是合同工的话, 呃,你get paid, 你拿薪水, 就是以完成这项工作为前提, 拿了薪水, 所以的话,工作时间, 还有如何完成工作, 一步一步的安排, 都是由自己来控制, 那我作为老板的话, 或者作为雇主的话, 我这个,呃, 用这个雇你做做这项合同, 假如说我说我从周一到周五, 假如这周五之前, 我需要你把这个房顶修好, 那么你的任务呢, 就是要在周五之前, 按照我要求把这个房顶要给修好, 这就是你的任务, 具体你是周一来还是周二来, 或者是你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呢, 都是由你自己来掌控, 但如果你作为啊雇雇员的话, 你就一定要听出你的雇主的这个指导方针, 那每天一步步的完成他的这个所所期待的这些安排, 嗯,对, 这样的话就属于雇员, 那么下一方面呢, 就是从这个财务控制角度来讲, 财务控制, 呃, 合同工常常被支付固定费用, 比如说一个项目完成之后, 符合标准, 我给你五千块钱, 就支付这个固定费用, 然后他们会投资, 他们工作会用到的相关设备, 假如说, 呃, 我来做这个网络讲堂, 这些电脑, 如果我是合同工的话呢, 这些电脑啊, 鼠标啊, 投影啊, 就是我自己来投资这些费用, 那么如果做一个雇员来讲的话, 他就是不需要考虑这个投资这些设备的费用, 那么就是公司里有什么东西, 你就用什么东西, 一般都是由雇主啊, 来给你安排的, 如果需要雇员去购买呢, 那雇主也会给相当的这个资金补助, 那么下面雇员呢, 就会保证, 一般被保证一个, 以每小时每周每月的一个固定工资来结算, 那么合同工这些购买的设备呢, 呃, 他们, 他们为是要投资这些设备呢, 这有一点好处来讲的话, 年底如果需要报税的时候, 这里的话呢, 他的这些费用可以抵扣他们的一些收入, 那么具体我们会在稍稍后, 我们来慢慢的介绍, 然后第三点的劳工关系, 劳工关系这个在雇佣之前呢, 一定要一定要写清楚, 假如说我们在雇佣这个雇员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要填一下W4这个表格, 上面就写清了, 你的一些个人信息, 你的这个social security, 设设案号, 还有你的这些住址啊, 这样以便, 呃, 年底报税的时候呢, 公司会给你提供一份这个W2的一个表格, 这样的话就是方便你报税, 那么合同工的话, 呃, 这点大家要要要记清水, 也需要一些, 呃, 一些paperwork, 也需要一些文档来这个, 嗯, 明确明确的记录一下, 你们这个合同工的名字, 呃, 设案号, 或者说我们更建议呢, 是雇佣一些, 不是以个人为名义, 呃, 个人为名义的这些合同工, 比如说你如果你有建立一个公司, ILCL这种公司的话, 你会以你的公司的名字, 还有这个EN number形式, 来填写这个W9的一个表格, 呃, 所以的话是这这上面的话呢, 呃, 也要写明写清这个, 呃, 就是劳工关系, 假如说我雇佣你这个合同, 需要你完成什么事宜, 需要你完成哪些工作, 在这个什么期限内完成这些工作, 这些都要列清楚, 那么公司雇员有一些福利, 比如说保险退休金计划, 代薪假期, 以及呃, 代薪病假, 这就是之前提过的, 只有雇员才会想到的, 享受到的这些福利, 那么合同工呢, 就不会享有这些福利, 这里就说到, 如果误分误分类雇员有什么后果呢, 假如说我明明是雇你作为这个雇员, 然后呢, 呃, 我们在记录方面就记录成合同工了, 那么就会, 那么这个雇员呢, 就会产生一定, 一定的这个税务的, 呃, 税务的义务, 比如说, 我给这个合同工开支票, 就开三千块钱的支票, 那么, 呃, 如果是给雇员的三千块钱呢, 这里已经刨去了, 你需要缴纳这些税务, 如果给合同工呢, 这里就没有刨去这些税务, 所以说如果雇员拿到这个, 呃, 误分成合同工的支票来讲的话呢, 那么他们到年底就会错过了好些税务, 呃, 比如说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这个都是, 呃, 这个联邦级别是必须要交的一些, 呃, 每次你开支票呢, 必须要交的一些税务, 如果没有缴纳, 这会产生对这个雇员呢,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 比如说这个合同工, 呃, 合同工受伤, 假如说雇员受伤, 如果公司误换成合同工的话, 那么他们受伤就没有相关的福利以及保险, 这样对他们的话, 就会产生就更大的影响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从以下几点来分析一下合同工和雇员之间的区别, 呃, 首先从雇佣法, 然后是这个政府合规, 然后工资税, 以及最后收入税表的填写, 也就是说每年报税的这些填写, 这几个方面来解释一下, 首先呢, 合同工, 他就不被这个雇佣和劳工法所保护, 呃, 一般的合同工呢, 都要自己解决自己的这个, 假如说个人保险呀, 或者说, 呃, 呃, 这个失业险啊, 这方面的问题, 他们就是雇主就不会帮合同工提供这些保险, 那么以雇员来讲的话呢, 雇员就会受到很多保险的保护, 比如说这个工人赔偿金, workers compensation, 还有这个一般责任险, 还有这个职业责任保险, 以及法律诉讼, 这个以我为例呢, 就是说假如说我作为一个accountant, 作为一个这会计师, 如果我给我的客户呢, 误, 假如说误缴了一些税, 或者说, 呃, 没有按时按期的缴一些税, 那么如果政府找下来的话, 会产生一些罚金费用, 那么这些费用会会到我身上呢, 那可能我赚这些工资还不够这些费用code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公司有这个责任险, 还有职业责任保险, 这样呢, 就会帮我cover掉一些这个费用, 然后我就不会入不付出, 承担这些不可能付出的费用, 还有说如果我受到法律诉讼, 我也会受到这个雇员, 这雇主呢, 给到这些项目的一些保护, 从这个政府合规来讲的话, 合同工就如同是一门生意, 合同工来讲的话, 如果大家有一些companion, contract这些生意的话, 你们知道你们到年底会要填一个叫 schedule c 一个表格, 上面有自己需要填写的每这年的收入, 还有成本, 还有这个各方面的费用是多少, 然后最后得出来一项你这个年的净收入多少, 所以的话活动工, 也是如同一门生意, 需要承担一些合规的风险, 比如说这rs我们国税局, 就是你这个报的一些收入税啊, 还有的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就是通过都需要跟这个国税局打打交道, 劳工也会需要跟这个劳工部打交道, 就叫dol department labor, 就是他们就确保你手下的, 假如说这些员工们, 呃, 这些收入都都到达了这个最低收入标准, 比如说你有些overtime呢, 呃, 就是加班呢, 你也会需要这个按照规定支付这个加班费用, 这点的话作为合同工, 你会需要跟这个劳工部也会打一些交道, 然后根据不同州, 不同情况, 也会需要跟这个state, 就是州的劳动力发展部打交道, 呃, 比如说呢, 会交一些失业金, 州方面的失业金, 就会通过这个劳动力发展部来交纳, 下面说一些政府的合规, 呃, 雇员来讲的话, 普通雇员就基本上你不需要考虑上面我提到的这些国税局劳工部啊, 州劳动力发展部啊, 你就不需要跟这些这个这个政政府机构打交道, 呃, 你只需要按照上班工作, 然后年底, 这个雇主会给你发一份W2W2的一个表格, 你就按这个表格呢, 填报自己的这个报税的这个表就可以了, 其他的你都不需要多考虑, 然后下面呢, 就从工资税这一点来分析一下, 首先说一下合同工, 合同工刚才我们讲了, 需要填一下W9W9这个表格, 这个就再次跟这个呃, 雇主主咐一下, 如果你需要雇人做某一项事情, 假设说打扫卫生啊, 修墙, 或者说做一些简单的维修服务, 你们一定要让他们填这个W9这个表格, 上面会记清楚他们的名字, 公司名啊, 或者个人名字, 或者说他们这个报税这个号, 这样的话到年底, 我们才可以帮您把这个这个合同工, 这一项费用给他做出来, 这样的话呢, 对您的公司也有帮助, 会这个可以抵扣您的收入, 如果您不收集, 不收集这些信息的话呢,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帮您把这个东西, 合同工的费用做出来, 所以的话一定要记着, 找他们要这些资料, 那么合同工呢, 他不在工资, 工资条中, 就是开工资的时候, 就不是按这个, 这个雇员的工资帮他们开, 所以的话呢, 雇主就不需要, 就是个带缴支付, 带缴这个工资税,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还有这个联邦级的, 州级的收入的预缴税, 都不需要帮他们预缴, 下面如果合同能够填写, 并且有利润, 那他们需要自己支付, 自雇税, 这里是大概15.3%, 也就是说, 这里就包含着我们刚才提到的,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这已经是说好几遍了, 这个social security, medicare呢, 在雇员需要交一份, 雇主呢, 也需要跟着match, 就是相应的, 也要交一份, 那么自雇人员呢, 如果就有利润的话, 就需要把这个雇主和雇员的, 这两份都要交掉, 从雇员这个方面来讲, 收入税的话, 雇员雇佣后填写W4, 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然后在工资条上呢, 雇主需要预扣社会保障税,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障税, 医疗保险税, medicare, 联邦收入税, 州的收入税, 然后, 把这些东西都扣掉之后, 给出这个员工的净收入, 那么雇主除了这些费用, 还要支付什么费用呢, 雇主还要匹配支付相应的, 社会保障税和医疗保险税,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这个雇员要交一份, 就是雇主给代扣的, 但是不是雇主的费用, 但是雇主呢, 需要匹配支付相应的, 社会保障税, 还有医疗保险税, 另外呢, 还需要支付这个联邦的, 以及州的失业保险, 那么下面就是举例来说明一下, 这个例子呢, 是同样发给雇员, 还有合同工, 3000块钱的薪水, 那么从雇主这方面, 的费用是多少呢, 合同工很简单, 3000块钱, 给你完成这个项目, 就是3000块钱支票, 所以就是3000, 然后雇员来讲的话呢, 这个例子, 是要支付4240的实际支付费用, 那么多数的这1240都包括什么呢, 有我们的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这个是雇主, 是雇员, 这个雇主这方面的, 需要跟雇员匹配的, 这个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这里是210, 它是社保, 还有医保的这个税, 然后医疗保险, 300块钱, 然后100块钱的, 这个长期以及短期的, 这个残疾险, 还有这个UI呢, 就是失业险, 还有41k, 就是美国很著名的401k的退休金, 那么这里的话,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就是说社保医保, 这是必须要交的, 然后事业险, 这是必须要交的, 其他的呢, 比如说我们这公司不提供医疗保险, 还有不提供这个退休金的话, 这个是option, 这是不必要交的, 但是这个数字呢, 就是大概的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比较一下雇员的薪水, 和合同工的薪水,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这个在雇主方面, 需要承担一部分的义务, 那么下一页, 就说到报税了, 合同工的报税呢, 他就是, 比如说刚才说, 让这个雇主们给合同工发这个W9, 帮他填写一下, 然后呢, 他们到我们到年底, 就会帮助您给这个合同工, 就是开出一份1099NEC这个表格, 然后他们就可以依据这个1099NEC表格上的这个数据呢, 来上报自己的生意的收入, 那么之前也是提到了, 我们这个这些合同工呢, 自己购买, 自己购买设备, 自己购买这个这个平时出出行用的邮费啊, 乱七八糟的, 还有一些假如说你要在家办公啊, 还要在家办公产生一些费用呢, 这些费用都是在报税上来讲的话, 都可以抵扣你今年的一些收入的, 但是要遵循的一些宗旨就是要相关要合理, 这些费用呢, 要跟你的这个生意相关, 而且的话你解释起来也需要合理,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你自己不清楚的话, 你就要需要跟一个这个CPA合作, 来帮您解决这个费用上面的一些上报的问题, 然后你作为雇员来讲的话报税, 这就是很简单, 你说到W2, 然后呢你就按那个数字, 以这个个人或者你结婚了, 就作为家庭的形式上报这个数额, 然后之前如果您表格填的对的话, 就是雇佣的时候您填这个是已婚呀, 还是未婚呀, 有几个孩子呀, 或者说您的收入多少呀, 您的这个爱人收入多少, 如果这些数字您填的都对的话, 这个年底您就不会在这个税务上产生一些费用, 或者额外很大的一个收入, 然后您作为雇员, 不可以用工作费用抵减收入, 这个就是相对于这合同工来讲的话, 就是有劣势的一点, 嗯, 之前我们在这个办公室费用的一起, 网络讲堂也提过, 那么办公室费用, 现在这个由于这COVID-19呢, 很多人都在家进行办公, 合同工的话, 如果您在家办公是跟您这个这个业务有关系, 可以抵扣这办公室的费用, 如果雇员呢, 如果是这个雇主需要您在家办公的话, 那产生这些费用按理来讲的话, 您是可以跟这个雇主商量, 然后由这个雇主帮您进行一些补偿, 但是呢, 这些费用的话不可以作为这个办公费用来抵税, 就是自己这方面不可以上报, 只能从雇主这方面帮您补偿这样的, 这下面就是举例说明这个申报报税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例子, 同样雇员和合同工同时, 今年收入都是10万块钱, 那么以雇员来讲的话呢, 这全部的10万块钱都要作为可纳税的收入, 来填报这个来上报, 那么合同工来讲的话, 假如说我今年啊, 做了这些事情, 然后完成了这些合同, 我的收入是10万, 那么呃, 这个物供应物资的费用呢, 是2万, 然后维修费用呢, 假如说修车呀, 或者修一些这些资产, 上面带来费用呢, 是1万5, 然后家庭办公的费用是4000, 然后车辆里程算出来, 这个可以折扣的费用呢, 是2万1,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呃, 今天合同工可以上报的费用, 呃, 可以上报的收入就是, 以他的总收入10万减去下面的所有的费用, 就最后剩下4万, 最后4万就是可需要缴纳税的收入, 那么呃, 如果通过这次演呃, 通过这次讲堂呢, 如果您还不清楚, 到底是我到底雇人呢, 需要雇用合同工呢, 还是需要雇用普通的雇员, 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更好的影响, 或者说对我们费用会有更好的节省, 如果还是不清楚的话呢, 您可以通过税务局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呃, 可以填写这个表格, 就叫SS, 然后Dash8, 呃, SS, 然后-8这个表格, 然后您寄到税务局, 税务局呢, 会帮您申请, 然后帮您出一个正式的决定, 呃, 可以呃, 对您的这个公司产生个好的影响, 这样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讲堂, 有些问题, 或者说想成为我们的客户来讲的话, 您可以来emailCatherine, 啊, 下面是她的邮箱, Catherineatcommunitycpa.com, 也可以呢, 直接拨打我们办公室电话, 515-288-3188, 无论是想找哪个办公室的, 这个宽建师呢, 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我们可以帮您分到不同的办公室, 然后我们开放的时间呢, 是从周一到周六, 啊, 每周六天, 从八点半到五点半, 然后再次感谢大家, 今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这个网络讲堂, 我们下周一呢, 这个中文讲堂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